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MKC新闻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经营通路品牌,创造顾客的忠诚度 随着零售通路业的快速发展 消费者的购物心态也会不断的随着商业环境的多元化 和消费者需求的改变而产生变化 近几年来,台湾的消费者经历了欧债的风暴 美国赐房贷的影响,油价物价高涨 以及失业率攀升等等环境变动的影响 也造成了消费的心态转为保守 而企业也发现到当消费者呢 他逐渐朝向谨慎理性的规划金钱支配的同时 消费的力道自然有可能就减弱了 而从企业经营品牌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发现消费者往往会透过 亲身接触商品或服务之后 在当下所产生的感觉好坏来去做出评断 而这就是消费者对品牌能否产生信赖感的过程 进而才会因为不断重复的接触体验之后 发展成为对品牌的忠诚度 以台湾便利商店为例 各家业者呢 他们为了追求更高的来客数 客单价的提高 获利率的提升 无不卯足权力 无论是新商品的推出 或是新服务性商品的提供 以带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和便利的消费 在各家便利商店 他们彼此间差异日间相同的情况之下 业者要如何掌握住顾客的忠诚度 并提供更多新商品和服务 以争取更多的商机 俨然已经成为很重要的课题 举例来说 当消费者呢 他想要购买罐装咖啡来喝 而罐装咖啡他其实本身就是有品牌的 那消费者如果他想要先购买到 该品牌的产品 才会想要到便利商店去找 这样就是表示 他是对产品品牌存有忠诚度 如果呢 消费者他是对某个便利商店的品牌 存有所谓的忠诚度 而且只要有罐装咖啡就好 这样就是对通路品牌存有忠诚度 研究发现 如果便利商店业者呢 他在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时 消费者在一开始消费的时候 出现了疑虑或是犹豫不决的状况时 消费者可能就会因为 对于该便利商店的品牌 有信赖感 而接受他所推出的新产品或服务 这就是运用信赖已转的过程 来开启顾客的信赖大门 决定此项产品 或者是服务是否能被消费者接受 而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影响消费者接受与否的变数很多 最主要会有知觉风险 以及涉入程度这两个部分 当消费者他对于所需要的产品 越清楚越了解 或者是预期这个消费使用后 产生的风险并不高 则被接受的程度也相对的提高 但透过通路本身的品牌 却可以改变他和产品之间的关系 同时借由本身的通路品牌优势 也可以跨足其他新的服务领域 这也代表着还有更多的潜在商机可以开发 此外在通路品牌当中还存在着 所谓的商品销售拉台这个品牌效果 因为各个商品制造商 他需要通路来销售他的产品 所以往往需要配合通路商的相关要求 来介意透过通路的覆盖度 以争取市场的曝光率 当然制造商他还需要借由许多媒体的 广告和宣传 来让消费者主动到通路来购买该产品 这样的广告成本往往费用很高 而且效果也不予衡量和掌握 在实务上通路业者会收取所谓的上架费用 主张是可以让厂商享受多个 销售通路点的曝光机会 制造商可以借由知名通路的品牌 来增加贩售产品的知名度 如果厂商能够利用缴纳上架费用的方式 在市场上除了可以获得许多销售据点曝光的机会 更可以让消费者认识到新产品 将原有广告的预算转移到与知名通路品牌的配合上 也反映出知名通路品牌确实有这样的拉抬效果 最后企业应该可以了解到 经营通路品牌需要让消费者能够透过信赖转移的过程 将对于商品品牌的忠诚度 转换到对通路品牌的忠诚度 当然也唯有企业本身不断强化其品牌优势 以及开发出更多新产品和服务 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才能创造企业更大的商机和利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谢谢您的收看